《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岡偉 我今日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天氣會繼續相當不錯 首先看看外面的最低氣溫 到六點鐘為止 市區的最低氣溫大概是25度 新界普遍低一點 大概是22至23度左右 至於天色方面 一起看看衛星運圖 現在在華中和華北地區 正是被廣佛的雲帶覆蓋住 不過華南地區和南海北部的雲量比較少 原因是因為這個區域 只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所以預計日本今天的天色 都會繼續相當不錯 日間都會陽光充沛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大致天程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8度左右 風勢方面是吹微風 漸轉吹和緩的東風 至於接下來的天氣 或者看看一些高空的預測 預計到明天的時候 沛南地區會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流場影響 所以預計香港明天的天氣 會繼續相當不錯 由一些雲量的預測片都看到 到明天的華南地區的雲量 也會繼續比較少 不過天色到周末期間會有些轉變 預計到周末期間 沛南地區會開始吹一些清靜的偏東風 到時的雲量就會增加一些 所以展望方面 預計香港明天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而周末期間就會大致多雲 另外如果看遠一點 到下星期的中期 我們預計有一股強烈的東北季風 是會抵達華南的 到時華南地區的氣溫是顯著下降的 現在距離下星期中期 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預測 今早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